小星一家去海边玩 不料广志竟然成了这样 广志这是经历了什么呢 这天一堆热恋三十年的少男少女 奔跑到海滩一角 眼看两人情到深处 突然 你在这怎么继续 接着又问小星在这干什么 小星立马站起来展示自己的大胡子 美牙警告小星不要乱跑 要知道在海边很危险 不料小星正在寻找泳装大姐姐 生气的美牙就要教小星怎么做个正常小孩 结果 这声音瞬间惊醒了睡梦中的广志 他大老远就看到美牙在动他 不然被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给迷到了 却发现小星比他直接多了 美牙已经看着小星看了半天 所以下半场交给广志 广志让小星把他给埋了 小星一听就动起手来 很快过去一个小时 美牙连忙告诉小星 不能把重要部位堆太高会压坏的 小星却想上妈妈也躺下 要帮他增强胸肌 以后一家人来到海里玩了起来 就在一家人玩得正嗨时 一个海浪直接就把小星送走 不料小星正好被冲到一个大姐姐身边 广志这时追了上来 不出意外父子两个大姐姐聊了起来 已经玩得差不多的一家人准备走了 可小星却还没玩够 转头就冲向海里去 就在这时一个十米高的巨浪出现 广志连忙冲过去 很快大浪退去 美牙钻出水面 转头就看到小星 这时美牙发现小星手上怎么还拿着东西 像是快破骨 这时广志的声音传来 看到母子俩没事兴奋地冲了过去 急得广志拉起小星就去追美牙 你到底把裤子留下呀 我的裤子老婆